2019几亥猪年生肖属虎的朋友 刚好碰到流年的破太岁 哎呀伤脑筋 今年的这个在感情浴室上面 可能容易因为小事情 就闹矛盾就吵架 有可能很好的恋情就可能破取了 所以生肖属虎的朋友 除了开年要去安个太岁之外 漫画老师也可以在这边 建议大家使用一些开运色 或是一些招人缘人气的桃花来转运 生肖属虎的朋友 今年在这个开运色上面 一定要善用金色 墨绿色以及青色 是你今年的流年的开运色 特别是金色的 当然很多人朋友说 老师我今年多带金饰品 多穿金带银 是不是有助于我能够转运 我说对呀 当然你身上如果带更多钱的话 也有助于你转运 其实万事起头难 生肖属虎的朋友 如果今年可以的话呢 你想要在你的法饰上面 或是衣服上面加一些 加几根金色呢 其实是最好的转运方式 为什么呢 今年属虎的转运都要靠贵人 包括事业也包括爱情 所以如果允许的话呢 让你的衣服或让你的头发上 尝试一下带几根金丝呢 能够勾引出来贵人 除了开运色系之外呢 那漫画老师也建议身上属虎的朋友 在今年的昭桃花方面 女性的朋友仍然能够多吃一些暖心的食物 辣椒啦 酸辣糖之类的 以及呢 这种喝一些对女性比较有帮助的 红豆水 或是这个玫瑰饮 都能够让你心旷神乙 心情愉悦 男性的朋友今年要多吃白色的食物 什么叫做白色的食物 白色食物就是我们所谓的海鲜 白色在五星当中代表金 所以金是今年的开运色 单身的男性朋友 如果你是民国75年还是大龄的话呢 漫画老师特别建议你 今年海鲜多吃能够让你勇猛 不一定就遇到你的 意中的女孩子 特别欣赏有muscle的你 那么在这个桃花韵上面呢 也能够招来开朗的人际关系 转而成为两人的感情关系 就能够突破你挂单的情况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